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成五点说明 第一 前言 佛陀当初创立佛教成立僧团以后 最初僧女没有住处 所以有些国王长者就为佛教建设的讲堂经社提供给僧众安住 没有衣驴就倡导式供养 所谓饮食 衣服 卧具 汤药 甚至脾色去忽人 看到深重没有理想的地方惯喜 于是特地布施欲食 所以佛教的设施也都是靠着信徒慢慢的发心 为佛教满足各种的需要 在僧团里面有一个如意寮的设立 这是让一些生病的僧侣 不一定要随众去突拨外餐或是禅修 让他们可以住在如意寮里安心修行 所以是佛教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第二点我们谈到如意寮设立的因缘 寮就是住的房子 在这个房子里可以让患病者住的如意 所谓如意就是随患者的意思 要睡 要坐 要卧 听其自然 在如意寮里面 定则自己只要不侵犯他人 都可以随意行事 好比你肚子饿了 可以饮食 你感到口渴了 可以喝水 你要吃饭 吃面 要吃硬的 喝流质的 都可以医自己的病况斟酌 甚至佛教还鼓励人去探病 提倡八福田中探病是第一福田 意思是对于有病的人要多给予照顾 佛陀佛陀 佛陀也曾亲自示范 为年老的比丘穿针引线 红补获救的衣服 也为生病的比丘 侍奉茶水汤药 例如佛陀住在奇缘经社的时候 有一位比丘患了重病 因为卧病太久 不能清扫房间 所以他住的房间非常脏乱 他刚生病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来探病照顾他 但时间一久 就没有人肯前来慰问照顾他了 佛陀知道这件事以后 有一天就到这位病比丘的房间里来探病 问道 你生病了 有人来招呼你吗 并比丘回答 刚开始有很多人来探望 后来时间久了 渐渐就没有人来看了 你的病现在怎么样呢 佛陀问 佛陀老病不容易好了 那位比丘流着泪说 佛陀听后 亲手亲抚那位生病比丘的额头 忽然间那位比丘的病 立即痊愈了 佛陀感谢你 我的病好了 我已被人遗弃 为什么佛陀还对我这么慈悲 佛陀回答 人和人之间 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 你帮助过我 我也应该帮助你啊 佛陀我从来没有帮过你的忙啊 你确实帮助过我 由于你还没有开悟正果 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 过去因中的事情 比丘说 请佛陀慈悲开示 佛陀就告诉 并比丘 以前有一位凶恶的国王 为了收集财宝 负责手段 国王身边有一位将军 名叫吴白 为人很慈悲 当时有一个僧侣 触犯了国王 吴白将军 不惜生命保咒 那位僧侣才得以 幸免摘殃 当时的吴白将军 就是您 僧侣是我 佛陀说着前世的因缘 比丘听后非常欢喜 病了很久 今天有幸 承蒙大慈大悲的佛陀 解除他的寂寞和重病 使他重过人情的温暖 也重拾往日的健康和快乐 因此对人生的价值 更充满希望 也化愿更加努力修行 以报答佛恩 由于僧团中 难免都会有比丘 四大不条生病 为了避免 僧病比丘生活 无人看顾 佛陀请阿兰尊者 集合僧团比丘一起开会 制定僧团成员 生病时的看顾制度 四分律 卷四十一云 比丘应看护 并比丘 应坐瞻兵人 若有欲供养我者 当供养病人 听笔 听笔比丘和尚 阿兰尼 若弟子应 若都无有人看 众生应与 灿病人 佛陀不但教导弟子 应当看护生病的 比丘 应当做看护病人的工作 并且告诉大众 并且告诉大众 如果有人要供养我 应当供养病人 如果生病和尚 身边有地质 应由弟子看护 如果生病比丘 身边没有地质 则应当由大家轮流 排班看护 可见佛陀很重视 对病人的照顾 从上面经典记载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和合的身团 是非常有爱 非常重视 深重福利的 不像有些人说的 不能出家修行 因为到了老年以后 会没有人照顾 其实过去以来 在佛教里面有养老院 倡导敬老尊贤 有如意聊 就是颜寿堂 让生病的身重 安心疗病休养 有方便的生活 有塔院的设施 给老人 以养天年 并不像一般人说的 老了 没有人照顾 像现在佛教的身团 提倡 生和同住 有病了 可以住 如意疗 养老 养病 退休了 有塔院 可以安居 甚至要往生了 还有安宁病房 出家人虽然不太重视 老病死身的问题 对于在人世间的 这个臭皮囊 看得很开 看得很破 但佛教的身团 对人的一生 还是非常关心 非常照顾 例如 火光山设有传灯会 传灯会就如同一个家庭的家长 不但要照顾图众的学业 事业 道业 而且要为图众健康把关 除此 就是图众的父母亲 直系亲属 也都会代为照顾或给予优惠 比方 父母过七十八十九十岁生日 传灯会就会要出家的子女 送个礼物回去祝寿 陪父母讲讲话 甚至父母百年往生了 火光山建有万寿堂 也会免会为他们处理后事 人间佛教是很有人情味的 我们也希望 佛教的团体对于生团的福利 要多多的讲究 让一些青年有为的人 对将来没有后顾之忧 可以进入佛门里来 专心的为佛教宣扬 为众服务 这实在是当今佛教非常需要的功德 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有疑问 请于影片下方留言 祝福大家六时吉祥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